知识 勇气 还有成长的信念 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 但是玛丽玛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 多加了一种成分 化学物UFO 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 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 玛丽玛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 打击无趣 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 今天你有点无聊吗 有点兴奋吗 有点难过吗 有点想睡觉吗 有点闪闪吗 有点撞谎吗 飞碟有一点 啊 是我今香的灵魂吗 总是反映出熟悉的想法 莫名又复杂 害怕 但爱是忍不住一起挽转 一分为二的决定 在谁哪儿 相爱相傻 都注定要牵挂 我们就像是双声火焰 关系忽声忽谦 所谓谋面却早解释的缘 又数不尽的重点 感性重破了我的防线 若期若历的想念 像忽然划破我暗夜的一道闪电 美好有了七十点 啊 是会带来一阵风吗 总是搅和着 捞乱了步伐 自己又疲乏 挣扎 该不该继续和命运对搭 而何唯一的默契 该往哪儿 你问你答 都无条件线啊 我们就像是双声火焰 关系忽声忽谦 所谓谋面却早解释的缘 又数不尽的重点 感性重破了我的防线 若期若历的想念 像忽然划破我暗夜的一道闪电 美好有了七十点 到处定会有变化 侧来的不算尴尬 明白了若多少缺 也不决尽 谁说遇见了双声火焰 关系就得匪浅 有心填补彼此心中的缺 也算如我们所愿 理智限制了 我的底线 明明还想往下陷 却突然一夜之间 都学会了穿练 甚至 没必要有停顺点 插开似的火焰 千真万确的烈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飞碟有一点听到歌曲呢 是来自于在佩妮的双声火焰 我是玛丽 今天哥哥他不在家 就我一个人陪伴大家喔 刚刚看了报纸 然后在佩妮要开他的双声火焰演唱会 他的梦想就是希望演唱会可以秒杀 他说 拜托让大家让我体会到秒杀的滋味吧 秒杀之后我就可以专心筹备我的演唱会了 别说话 脸上透露太多 高脚被你生长 你是我眼里的财猬 整个两把人有他 滴没所有的征兆 被有的渴望 If I love's too good tonight 爱不爱只是我的选择 迟疑的目光 只要是你我就不在意 不在意 If I love's too good tonight 爱情才不管什么颜色 只要拥抱我 让我们消失 在这夜色中 真是退 爱是退更多 太想要的 就想太多 心中来回的反观 想进入你的世界里 想战斗你每个呼吸 是我们的 个我 If I love's too good tonight 爱不爱只是我的选择 迟疑的目光 只要是你我就不在意 不在意 不在意 If I love's too good tonight 爱情才不管什么颜色 只要拥抱我 让我们消失 在这夜色中 If I love's too good tonight 爱不爱只是我的选择 迟疑的目光 只要是你我就不在意 不在意 If I love's too good tonight 爱情才不管什么颜色 只要拥抱我 让我们消失 在这夜色中 只要拥抱我 让我们消失 在这夜色中 为理安 too good 今天的第一个小时 会有个朋友 来到飞里有一点 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待会呢 会来好好介绍他这张 哇这张专辑的曲目真多啊 已经好久好久好久 我来看看他到底有几首 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二十二首歌在里面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已经不再联络 划着彼此的生活 却不再回应 曾为了什么交错 结果后来选择不同 曾经相爱的人也沦为对立 从生命中注定我们也要分别 注定一个心中中要被撕裂 没有谁比谁抱歉 从这伤口结架后又再跪裂 不管心得在心中留下心愿 只希望能回到那一战从前 好想要再一次和你一起 感受那种疯狂的喊嚣 痛哭之后被理解的拥抱 谁也为我唱着歌说 冷色话 怎样就能足以感到骄傲 那些大歌和我只该机会 我被歌迪从回本 靠在一关不过世界的一切 所有的温望照都已不同位 因为一生只想和你一起 感想幸福的末巴针 有些话总是卡在喉咙说不出口 彼此猜忌之后前面尴尬无处躲 足迹一刀命 我想得太糟的高墙 还举起着超强自己脑袋的刀墙 总是伤口几下后又再亏裂 不甘心的再心中不出下心愿 希望能回到那一战从前 好想要再一次和你一起 感受那种疯狂的烦烧 痛哭之后被理解的拥抱 谁也会 你唱着歌说冷酸话 只要就能足以感到骄傲 那是一道德 我是个机会 我被歌迪从回本 可在一关不过世界的一切 所有的温望照都已不同位 因为一生只想和你一起 看上幸福能不怕得 但是最伤感 大家演唱到善 twenties 下集巴 每个人想要到响 候由颖岳 盧场 会议制圆 才能赴 奇感 感 好想要再次的和你一起 感受那种疯狂的怀哨 痛苦之后的理解的拥抱 是因为你唱着歌说了色谎 只要就能足以感到骄傲 那些大哥放弃该以为 我被靠你走 baby 靠在一关不会随开的一切 所有的梦草就已无所谓 因为一生只想和你一起 赶上幸福的末班车 Everybody let's go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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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吗 清澈的酒杯里 请问这樱花落下 这纸白情初版 月光下说话 带上光云飞翔 我面带回小海里徜徉 是否完成了梦想 我捧着手心里的花朵 等待它长大 粉红色花瓣 留着我看 它朦朧的做繁华 遍地渲染 缤纷陪着你 滋养在我的心里 可否停在我的心怀里 我快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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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点24分 欢迎继续回来 《非得有点》 我是玛丽 在听陈欣月新专辑的时候 然后就很有印象 上一次你来《非得有点》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就整点是短头发 是上一张 我就看一下时间 想说 什么 四年就这样过了吗 是 是四年吗 没错 四年 Oh my God 欢迎陈欣月同学 嗨大家好我是欣月 嗨玛丽 然后想说 四年过了 可是因为可能中间 还是常常会听到你的消息 或是 然后音乐 所以就觉得没有离 那么的久 然后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 因为你叫Vicky嘛 所以这首歌就叫做V 她说好 那就来听听看这张专辑 曲续一波第一首歌 就是我快乐吗 然后像她现在听到这首作品 我就想说 蛤 四年来 欣月你快乐吗 我其实我觉得我过得很快乐 然后当然这首歌 这首歌是我跟杰明 还有陶山一起的 就是杰明写词 然后陶山写曲 然后我就唱歌嘛 然后我觉得她就是在描述说 一个人完成了所有的梦想之后 你知道大家都想说 我应该完成梦想之后 我就快乐了吧 但其实人生的现实里面就是 你可能常常达到你的目标之后 然后你就发现 这个快乐可能没有想象了那么的持久 那我到底要再从哪里 可以找到快乐呢 然后有时候也许这快乐是在追求梦想的过程里面 而不是达到目标 或者是我的快乐其实是 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认识了自己 或是我更爱自己了 那个勇往直前的自己 那也是一个快乐的来源 就也许 就是 也许大家人生里面都会有这些感觉 就是常常在人生某一些阶段 你好像应该要快乐 大家都觉得你很快乐 但是你问自己 就是我真的快乐吗这样 所以你说是杰明写词 那他我跟你分享他 他真的在创作我快乐嘛 就是这种过程嘛 他觉得他有个目标达到了之后 他觉得应该会超爽 多巴胺应该超多 我跟你说其实这首歌是为了影后写的 然后他们后来没有选这首歌 但是他是为了要 这样会爆雷 就是为了剧情而去写了这一首歌 对 我现在就是很想讲 我就很想讲说你 因为 如果 因为最近影后真的太红了 然后光是刚刚在群组里面有人说 哈 陈俊要来 一定要问他这个问题啊 问他没有看影后 然后他竟然也不是要问他专辑 要问他有没有看影后 然后想想问心得 但我觉得就是光你刚刚在说 我以为我达到那个目标我就会开心了 但是没想到做到之后 怎么又觉得还好 就是如果你有看影后 你可能会有很多投射 或是你已经有想到是哪一个人 但因为我目前只看了两集啊 我只看了三集 那我们两集差不多嘛 我刚刚只有想说 就是不停的追逐再追逐 我先讲我也不讲哪个角色啦 就是因为里面就是在聊演艺圈 然后关于追逐梦想的一个过程 那有一些你看他已经到了 好像很功成名就 就是他也会说 我现在有名也有利啊 我还要演戏是为了什么呢 我还要唱歌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图一个我的痛快嘛 我的开心 我觉得我在唱歌的时候 在演戏的时候有那个 有那个好像 呃 被什么充满的感觉 很爽 我就只要追求那一个而已 可是 呃 看他在剧中目前为止啦 也看不出他是一个快乐的人 也感受不到他是一个满足的人 我想那是不是就是 我快乐吗的那种意思 我觉得是耶 嗯 就是 其实有时候甚至是 因为你现在看到第二集嘛 有时候我就觉得甚至是 在你还没有达成之前的那一个 达成你想要的那个成就之前 你会一直问自己 就是我到底为什么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可能你一直有挫折 然后我是为了快乐吗 那我怎么觉得 因为我一直想要达成这目标 反而没办法投入呢 嗯 就是有很多这种感觉 那我可以理解 比如说从当时发行手上专辑 或认识陶山老师什么 可能那时候就觉得 我想发我的专辑 我想唱歌 那可能是当时 可能是也许四年前 五年前六年前你的目标 嗯 那后来呢 你是会帮自己设目标的人嘛 觉得像四年前发完第一张专辑之后 嗯 你觉得你接下来你想要什么 我跟你说 其实 我这个人很没有目标 嗯 因为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去想说 我要发专辑 或是我要干嘛 我要开演唱会或是干嘛 我都只是在想说 要赚钱吧 嗯 我跟妳讲 对 就是我可以赚钱 吃饭就蛮好 就很开心 但是 就是你说 我有 我小时候有梦想说要发专辑吗 嗯 没有 但是我有梦想可以唱歌给大家听 就是我会觉得 那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在那个当下 大家听到 我的歌声 然后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跟音乐融在一起 那个那个 即,那个 方向的满足感 哦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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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 我是一个没什么梦想的人 所以 我还 我觉得我这样算满幸运的 因为我就会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 算是容易快乐的体质 那真的是需要容易快乐的体质 因为我觉得 单纯我只是想要唱歌 我想要唱歌给大家听 嗯 这个可以很容易的满足 可是当你越来越成人之后 跟你可能感受到 越来越渴望 你想要有更多人听到你的歌 可是这中间就会有落差 你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 这个愿望好像明明很简单 可是又达不到 你想要给很多人听 那那个很多人是多少人呢 你是觉得你在一个 一千人里面就很快乐吗 还是你觉得希望 其实全世界都可以听到我的歌声 想想 还是你也是个不贪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其实现在的 我都没有想 我都不会去想这个 我就会觉得我现在已经 比我以前 我可能都没梦想吧 没什么梦想 所以我已经觉得我现在的状态 已经是超乎我自己的想象 的那个感觉 所以现在你觉得就是 有很多的好歌曲在我身边 可以让我唱到 然后我真的是可以好好的 唱歌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且尤其 因为我 我觉得我就是 因为这张专辑其实 它叫V的原因就是 它有一个人生起伏的感觉 高到低再到高 然后我就觉得 对 因为我在低谷的时候 然后就是会觉得自己只喜欢唱歌是不够的 但是我真的就只是一个只喜欢唱歌的人 然后我没有 我对创作也不太有兴趣 可能我情绪也没有那么的高 或什么的 我也欣赏刚那句话 我对创作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因为真的是现在很多的歌手啊 我觉得好像歌手要被迫斜杠好多 你我专心的想要唱歌好像难道已经不行了吗 其实可以 而且尤其我觉得我这个专辑就是也是帮助我 因为我觉得 比如说在录制我快乐麻缸那首歌 或是爱在等待 就是这些歌就是是杰明跟陶三写的嘛 然后我唱 然后我就觉得我天哪 我第一次可以这么单纯的 终于回到一个这么单纯的 唱出自己喜欢的歌声的那个感觉 然后我会觉得其他人来创作 然后可以透过我的声音把它唱出来的时候 那有一种心灵的满足 然后他们也喜欢我的诠释方式的时候 那就是另外一种就是 天哪 我在这个团体里面有用 我有一个功效 就是就会很快乐 就是我就是一起做好这一首歌的一份子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一次啊就是 这张专辑V 第二张个人专辑 是数位发行 可是它有个实体 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刚刚才拿到的 它 有一些很 很独立很精致的小书 或是喜欢做诗集的人 他们就会做这个册子 然后它的那个旁边的那个 这个要怎么讲 侧边是用缝线把所有的书页给缝起来 那个概念 然后这本真的很很可爱 我很喜欢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一本要怎么介绍跟讲解它 这一本专辑呢 其实它就是一本日记本 一本笔记本 然后里面的所有的歌词也都是设计师精心手写的 全手写 然后是用那种铅笔写字的感觉 对 没错 因为它连它的纸都挑过 它挑日本漫画纸 它让那个纸是那个材质是因为 印刷印上去之后 它的墨水会散开来 会有一点点散开来 它会真的很像手写 所以 然后而且它们每一个歌词啊 它的光是有一首歌的歌名 我忘记是哪一首歌 它就写了五十几次 就是因为它想要呈现 它们想要呈现出那些歌曲里面所有的 应该要有的歌曲的情绪 所以它真的是都是精心的设计 然后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可爱很ㄎㄧㄤ的东西 然后一些很 都是简单的铅笔素描线条 可是它为自己加它觉得 它自己对这首歌的诠释跟想法在里面对不对 对 没错 所以也像是说你很爱的 如果今天如果是一个设计师 有遇到这一本也觉得超爽的 就是好像给我很大的空间 我就是加入你们成为一份子 你们也不会干涉说 欸 为什么这个 didn't we have fun 为什么要给它融化 也不会管它那样子 其实那个设计师也有讲说 他很开心就是 可以是这样子的合作方式 因为他觉得他也要好好的 因为我们公司不会去想说 要去限制他们什么 所以他反而必须要自己去 想像 对对 所以他必须要很有意思的去挑选说 怎么样才可以真正的代表这首歌 或是代表陈欣悦 而且我真的觉得他 他有get我 就是他真的是一个懂我的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 你没有坐下还有聊过天吗 完全没有 但是他可以 他就从我的很多可能我的文案 或是我的IG 或是看我的演出 他就说我都看得到他的潜力在哪里 而且他讲出来的东西 会让我的心里觉得很激动 所以我就会就是 我非常的喜欢这本设计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 他们设计师叫做 两步七辣 这个在那个笔记本里面也有写到他们是谁这样子 这本你自己有在IG有开箱过吗 有拍 其实有拍但现在还没有 影片还没剪好 我跟公司有拍 这个将来上线的时候 大家真的很值得去看一看这本的详细介绍 然后刚刚有说 它是一本看起来像是全白的笔记本 可是就是有一些刚刚说设计师的手写字插画 那前半部就是有你的歌词 然后当然一定要有星月美美的照片 可是它不是 它是很底片那种街拍感 它不是那种澎湃的美照 没错 然后后半部是全部全白的 我刚刚看完前半本之后 我觉得这个是设计师真的做得很棒的是 看完之后我会开始很想用后面 赶快用 就是很想要加入自己的笔记跟生活进去外面 我觉得这个真的 我刚刚看就是你在外面等待的时间 我就一直反正真的是爱不释手耶 我给它无比的评价 耶 然后当然里面有一些 除了歌词之外 有一些是你的话对不对 然后它把它手写进去 对对对 我的话它有稍微整理 就是把我的文字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我今天呢就不会问说 星月你在录哪首歌的时候在想什么 因为他自己说 你有被别人问过说 你那首歌唱得很心痛 你录音的时候在想什么呢 星月说 我脑袋一片空白 就是对啊 就是如果真的是像刚刚听你分享 关于你对于唱歌的定义 有的时候 好像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创作这首歌的 我会有那个 可能是电影画面 可能是我的故事 我就是一个 媒介吗 我就是把歌好好唱出来而已 对对对对对 很像这个感觉 而且很多时候我越放松的去 让我的声音去伸展 越空的时候反而诠释的越有感觉 哇 好像明媚喔 我们现在下来听这首歌曲 也有收在影后当中的Lonely 接下来听 空无一人的房间 关到回忆都别从前 没有你 失去你的我 只剩下勇敢的自己 拒绝后悔 你是这一切 所有好的坏断 走来吧 确定自己好好走 So am I the only One who feels lonely With no one to hold me And nowhere to go Can't wait for forever If now or it's never Do it all together Or I end up around Cause I tried so hard Just to feel different I thought my heart To let you live with it I know it's all in my head So am I the only One who feels lonely With no one to hold me And nowhere to go O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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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Oh 是否 该让自己再次投入 太多 疑惑只有我能解脱 如果全世界都看不清我 我还是想为自己而做 就算你把我走到尽头 我还是 一步一步虽然可不可未来 一点一点我在珍惜的现在 快乐的伤都是美好的存在 活着自由而认真的体会 生命都给我一切更开 这次不怀疑我退缩我重来 天天洗洗温柔的灌溉 就算受伤也是坚定的 没有关系 不再怀疑自己 不想放弃 就算结局注定没有关系 不再怀疑自己 就算受伤也是坚定的 是否 是否 该让自己 一点一点我在珍惜的现在 快乐的伤都是美好的存在 活着自由而认真的 1点44分 欢迎接触回来 菲莉有一点 我是玛丽现场 还有陈欣悦 嗨 大家好 我是欣悦 这首歌曲叫做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没有关系 他其实是一首 我自己觉得是 唱歌的生涯里面 算是一个转折点 因为我是在 跟陶山创作这首歌的过程当中 然后就发现 原来我放下所有 我对我自己的期待 然后我只是单纯的 为了一个 那时候其实是为了某一个电影而写的 所以他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抒发情绪或怎么样都没有 然后所以很像 很像做功课 小朋友做功课 但就是很专心的有一个目标 然后去 很专注的做完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很 我那天就感觉到自己是非常单纯的在 写歌在唱歌 然后好像应该是因为 我一直很想成为一个很会写歌 然后很有自己的情绪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这么单纯的 玩音乐的感觉 然后就是因为唱这首歌的过程当中 让我再回到那个单纯的感觉 为什么会有一种 觉得我是要当一个很有情绪的人 我觉得是我自己对 我自己对艺术家的想象就是这样 从小就是这样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你会吗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艺术家应该 很阴谋吗 对 然后呢 就是可能 maybe 成长过程比较辛苦 然后 所以情绪很多 很多负面的情绪 然后所以需要透过艺术来抒发 然后呢 我的本质其实就是蛮 因为我也很大 很疯 可以这样说 或者我很大神经 所以我就是都是很开心的状态在唱歌 我唱歌就是单纯就是为了 唱歌好好玩 我的歌声好听 然后我很常觉得 我这样子的特质不像一个艺术家 因为大部分艺术家都会讲说 我写这首歌 因为我经历了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常常都没有这个东西 我探索自己的内在 然后挖了很多 然后发现原来是这个 我把它写出来 对对对 然后结果我就是 啊声音好听好玩 哈哈哈 有时候会想说 我是不是不太不太正常 等一下 就是乐天的人不能唱歌吗 可以 对对对 然后就嗯 可以 乐天的人可以唱歌 就是你你听他也是 星云是很会 很会玩声音啊 他还是还会 他还是可以做出 你要的那个感觉 给你 对我是用玩声音的方式 嗯 所以可怕变相来说 其实你很适合 交作业这个类型 嗯 很适合被指派任务 没错 我觉得应该超多人都 就是因为最近影后太红了 逢人就问说 那影后当初 他们也有丢给你一些设定嘛 就是嗯 因为刚刚我们私底下聊 他是说给你一段reference 然后那是旋律 可是他没有透露给你更多 关于这本这个剧情 有个角色他怎么样 希望你写什么歌 有一个 像Bounce的话 就是他有说 这是一个主角在比较 坏坏 就是耍坏的时候 然后他在走近他是 我可以抱吗 他在走路的时候 他要做坏事 嗯 然后他要骗自己 说我是为了我自己 但是这是一个就是 他希望我们写一个 比较帅气坏坏的歌 我知道是一个变身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但是又有点小邪恶 所以我们就写出了一个 就是感觉好像有点叛逆 嗯 然后又有很帅气的 的感觉的歌曲 嗯 所以那时候你知道的资讯 其实也没有很多 他也不是给你一个剧本 可以让你 只知道很多的前因后果 他就是给你一个 感觉 感觉 对然后跟 十首歌的reference 给我们这样子 嗯 那刚刚说Bounce 那个一个坏坏 他要变身的过程 那像Lonely 他给什么指令 诶 我想一下 诶 我 呃 还有还有 Didn't we have fun 对不对 诶 Lonely是不小心被用进去 因为Lonely其实是桃山 他自己写他自己的经历 嗯 然后我们做完了之后 可能刚好就给影后听听看 然后他就说喜欢这一首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个是比较不小心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那Didn't we have fun呢 其实也是不小心 等一下我想一下 Didn't we have fun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还是要听一下这个歌比较感觉 这个 Didn't we have fun 就是 是桃山听他们的reference写的 哦 嗯 嗯 所以也是 主要是他去想那个感觉 然后做出来之后 让你来诠释 对对对对 嗯 想念 听在哪年 聊着梦想多远 结局都看不见 我让我让回首 那声再见 梦醒的瞬间 泪水模糊实现 Didn't we have fun Didn't we feel young Didn't we do everything With all that could be done Didn't we live life Always feel alive Didn't we do anything We were back in those times Didn't we have fun 再一次回到那天 我们沉默并肩 与洗手中的烟 丢失的那一生再见 梦醒的瞬间 感谢你曾出现 Didn't we have fun Didn't we feel young Didn't we do everything With all that could be done Didn't we live life Always feel alive Didn't we do anything With all back in those times 刚刚有说到就是在书当中有一些可能你自己的字句 然后像光是被问到说你录音的时候在想什么那个会让你当机的问题 因为你就是一个纯粹爱唱歌的人 我这边还有看到 这也是在书里念的吗 他说你说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桃山音乐 我不知道我会在哪里 我就觉得 我其实觉得我会混得蛮好的啦 至少会不愁迟穿 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会每天酗酒 不快乐不敢交朋友 因为他们一接近就会看到真正的 真正的真正的诚心乐是 因为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在镜桃山音乐以前 我是助唱歌手嘛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助唱已经做的差不多有一个成绩了 就是我每个月是非常足够的可以生活的 非常足够然后可以存一点点钱这样子 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快乐 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 然后我很常可能我唱完一个场子 然后回家就是感觉无比的空虚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说了什么问题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每天都在酗酒 每天都在喝 你的问题是什么啊 我就说为什么会害怕别人看到真正的你这样子 我觉得我是因为加入了陶山之后 我开始慢慢的 因为当你要可以真的把自己打开的跟大家一起合作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看到很多你自己不足的部分 或是你一直都不敢面对的部分 以前我助唱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嘛 我基本上我就结束我就走了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团队也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没有人需要看到我但是没有人也真的看得到我然后 然后在一个没有人理解我的状态下我觉得孤单 但是又同时很害怕 嗯 就是这个我真的有人要接受吗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会有一个 不知道耶 大家会不会都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自己对于自己原本的性格感觉到自卑或是什么的 嗯 我有这个东西 然后在很多方面 比如说在艺术家的方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会觉得那艺术家应该是那个样子才是艺术家 但我不是 我不是 怎么办 嗯 就会我会有那些怀疑 嗯 然后是因为在陶山音乐 我越来越面对这些怀疑过程当中我 我发现 大家 大家接受我 然后跟我也应该可以接受我自己啊 我其实真的只想要快乐 就每一次的过程当中都慢慢的越来越打开这样子 嗯 就是接受最真实的自己啊 然后跟把自己交出去 对 一人五四分 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 尾声你想要播哪一首歌送给大家呢 嗯 那既然讲到这个 那我们就播 呃 我想播你刚刚都播过 等一下哦 对不起 赫然发现刚刚已经播过 播那个好了 哪一首 最美的光芒 好 嗯 那让你来介绍最美的光芒 好 最美的光芒其实就是 因为我刚刚有描述说 我对于唱歌的一些迷惘 觉得自己应该要变成别人 然后再找回自己 其实单纯的唱歌就够了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 呃 对于自己的天赋 对于自己的快乐的方式 都可以越来越了解 就像我对于唱歌一样 然后最美的光芒 就是一个迷失了很久了之后 你突然回头一看发现 哦天呐原来我是这么简单的人 然后我是够的耶 然后就开心的做自己的那个感觉的一首歌 那最近还有什么活动吗 或是大家要透过哪些可以follow你的最新消息呢 大家可以去IG追踪我 我是Vicky Chen Music V-I-C-K-Y-C-H-E-N-M-U-S-I-C 然后活动的话好像还没有 但是就是敬请期待 没错 呃线上的串流平台都已经数位发行了 还有很多MV都已经登场了 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看看然后之后这本实体专辑介绍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去看看这一本 今天非常谢谢陈欣悦 谢谢 再次忘记最初的新闻 能否原谅 也许在经历时也何才学会正在 这份生命最美的光芒 什么才主意 感觉在一同游泳走远过 忘了自己不久在手中 太迷糊 忘了自己爱的是什么 好像在